破坏了 一定要知道放下 不放下了 是害了自己 害了自信 害了你的真心 自信迷了 真心虚妄了 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 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 事出事件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得相比 才知道这一桩事情 严重性 幕后 跟你还要去总结 习仗真相 普通供养 这个真相 信德的相关 普通供养 这是修的 与信德相应 在一切供养当中 佛哥 我们讲了 法供养 那么这个是属于 法供养 我们今天 修法供养 就是普通供养 行愿品里面教导 我们的 儒教修行 供养 佛师怎么样教给我们 我们怎样学习 把佛教导我们 通通做到 这就是供养 那么看看 这一段 祈祷文 里面所叙述的 都是佛陀 平常在这个 经论里面的教会 我们学习了 念念不忘 念念落实 欺辱境界 普通供养